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眸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眸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中國又有重要的東西 是要實施出口管制 原來 中國官方就出了公告 就說 依照中國出口管制法對外貿易法海關法規定 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並且經過國務院及中央軍委批准 決定對特定無人 駕駛航空飛行器 實施臨時出口管制 這個無人機就是實施臨時出口管制 針對 達到在操作人員自然 視距以外能夠 可控飛行最大續航時間大於30分鐘 並且 最大起飛重量大於7公斤 或者 空機重量大於4公斤等性能的無人機 至本公告起 這個是 本公告至 9月1日正式實施 臨時管制的 實施期限不超過兩年 公告亦列出多項 指標被經允許不准出口 例如無線電通訊設備 攜帶具有 拋頭功能的負荷 或者是自帶拋頭器 帶 光譜相機 具有一定精度的雷射 測距定位零件 和可支援非意 認證 在貨等等 在臨時管制期間 對指標未達到 現有管制指標和第1條規定 指標的所有無人駕駛飛行器 出口 經營者 明知或者 應當知道出口將 用於大規模 在攻擊性武器擴散 或者極端主義活動 或者是軍事目的 不得出口 其實 就是擔心的人 民用轉軍事的風險 當然有說 這個是不是反制 因為 他們好像台媒說 是不是反制美日晶片制裁 其實 這個聲明就說得清清楚楚 國家 安全及利益 你不要跟我說這個又不對 當然你們當然覺得不對 你們不是經常用這句嗎 你們 剛才你才說 美日要制裁 對這個晶片 半導體 當然 對中國有制裁 你們的理由都是國家安全的 我想問又為什麼不行 現在他說明了 不可以令到 這些 民用轉去 軍事 其實他帶一條道理 你經常說 之前 美國有官員就說 這個 中共 將那些東西可以令到 整個俄羅斯 是 一支部隊 是得益的 那就是問他什麼 他說 這些可以民轉軍 現在他民轉軍 就是管制 你叫的 我只想問一下 這樣又有什麼不對 真是好笑 這個華爾街日報 現在已經是造謠帝國 就說 美國去年對中國 制出全面科技 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向中國銷售先進晶片 造成中國今年以來半導體進口大幅下滑 中國科技業界表示難以取得關鍵零件和基件 包括中國人工智能 伺服器 製造 大廠 浪潮集團 上市 最大的子公司也對投資者 警告難以取得驅動服務器用的關鍵晶片 導致他們上半年 營收預期大減 30% 另外 中國 記憶體大廠長江 全署6月 6月底也力速 機器零件供應商 對他們合法購買零件交貨 當然這個台媒 就是 屈個彎 反制我沒有用 制裁已經很臭 西方 實際上 肯定有負面影響 當然有 但是為什麼你那麼害怕 無人機器出去 我又不明白 中國科技業 大問題 大問題也沒有辦法 開行馬力去做好 都是要 形攔而上 當然 有人說很難 幾百年都不可以 幾百年都不可以 但是你一直制裁你幾百年都繼續做 是嗎 你只要找到過點 當然有些人的壞 騙過國家的補貼 這些人當然可恨 九個月來 當然 即使漏洞和規避法案 其實 他們是真的找不到 他們找不到有什麼漏洞 即是我說 西方找不到什麼漏洞 規避 如果有的話你還不帶來 但是他們 啊什麼 跑了個 這個 屈了個彎 搞定了 如果找到你肯定有 堵塞這個漏洞 我相信是沒有的 我相信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你不要忘記 其實這樣 對於這個晶片的制裁 有個國家的南韓 很嚴重 南韓最新的數據又顯示 這個出口又是下跌 還有最搞笑 南韓出口下跌 台美牙斬斬 你可以擺脫這個依賴 有美國補償 原來對美國的出口都下跌 那些虧損你 賠償 擺脫 是的 這個南韓企業 三星電子 SK 海力士等等的晶片巨頭 對中國的銷售急跌 其實他們也不想 包括你自己的台積電 也是有受損的 你不介意不要緊 都是那句 每個人 你可以選擇你做的 你就不要遠 是嗎 比如今次 我相信 中國 就是回應一樣的 就是你們經常說 喂 又說我那些什麼是用來做軍事 那我現在就不給那些出口 是嗎 那你說 那我就做了 是嗎 還有真是反制 說真的 當然 他沒有說反制 他沒有說反制 他只是說要為了國家 安全和利益 這句話 就 跟你西方說一樣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不要雙重標掌 當然 為了反制 你沒有用 他現在也沒有說反制 他沒有說反制 如果他反制 他就會說有什麼對等措施 現在 當然他現在 希望 你經常說我 又說那些民傳軍用 那現在 那些是控制 是管制 有什麼問題 其實其他 影響中國半導體進口 急劇下降的因素都有 比如中國的經濟 是 他這台 中國經濟緩減 是增速緩減 是嗎 他有增長增長慢而已 這真是透漫概念 你增加得嘛 是不是再增加 跟你經濟 是緩減是怎麼同 緩減是減的 如果看他們 這些都是 老實說 如果在我們大學來看 是 Pradioism 這個是 學術造假 你說的東西是同時倒轉的 不過 你用過 是比較 字眼 因為用中文寫 比較取巧的 可能 你又說得通的 但是當然不是 當然啦 先進的晶片製造 的元件 技術和設備 當然是掌握美國 日本和荷蘭手中 這個 中國都是承認的 那 你只可以 繼續努力 現在都是這樣的 現在就是繼續努力 我相信 總有一天都可以突破到 但是時間要長 有些 人很急 說什麼 很快什麼 4納米那些 我相信 有些 人可能 不是全部 是為了騙補貼 因為 如果 略懂科學 你也知道 由0到1是比較困難的 由1到1.1 就容易一些 當然我覺得這樣的管制是沒有問題的 有什麼問題 國家安全 及利益著想 你們西方經常用這句話 他也是 是的 他也是 異熟盟常 沒錯 他也是 我覺得 完全是沒有問題 當然 他不出口就好像 什麼都不行 你 不出口什麼都行 當然 不出口給中國什麼都行 他們就說 之前中國宣佈8月1號起 對家和這出口管制之後 再次 禁止 無人機出口 當然 中國官方就說明了 無人機 轉為軍用的風險 就是這次 管制的原因 當然 外界 就是 覺得 這是反制 你覺得而已 你什麼都覺得 你也覺得自己很聰明 你就拍了劇 以為自己很聰明 另外 商務部 的一位智囊 其實也是 接受 這位智囊也是商務部 經貿政策 諮詢委員會兼遼寧大學校長 余耀杰 接受媒體訪問時 他就說 你西方經常說外貿增速下降 近兩句他說的確外貿的增速是下降 記住 他增速下降不是下降 他升級慢了不是減 這些市人事務壞格的地方就是這樣 他是偷換概念 他說是減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 是去年5月6月 外貿相對儲高位基數比較高 上半年進口表現不如出口 原因包括國際社會通貨膨脹 外國價值年成本上升加上人民幣 貶值導致上半年進口相對下滑 全年的貿易順差保持上升 會達到 他也說 現在因為中美關係複雜 中歐關係敏感 體驗在經貿易方面 中美中歐的 會受影響 包括制裁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就落地生效 成為 推動中國外貿增長的發動機 有 RCEP的加持之後 2020年起 東盟連續三年就超過美國和歐盟 成為 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最大貿易夥伴 你說抗中 台門說抗中嗎 這個 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外欣去了 菲律賓 一起共土 共商 抗中大計 什麼都是講抗中 這麼大的經貿來往 你覺得會不會呢 當然 當然不會 可能都會 他說美國 但是 東南亞 一直都不是這樣 沒錯 百年傳統 他也說新興國家 已經成為了中國 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這種變化不是短期不是暫時的 而是長期必然的現象 將會繼續 在一個深刻和根本性的結構性變化 企業在做出口的時候 一定要深刻認識到這個變化 把握好方向 做好相應的調整 都是那句 你說對華去風險化 對美對歐對西方去風險化都行 都是那句 每個國家有他的決策 他們肯定知道自己要什麼 什麼的後果 你以為那個好像魯塞達 猛性性 蒙倫 針對當前一些外貿重鎮 的經濟放緩 他承認的經濟增長是放緩 俞耀傑先生就認為 調整產業 結構的核心 和重點 是提高出 一般貿易的比重 降低加工貿易的比重 要提升一般貿易比重 降低加工貿易比重 進業轉型升級 並且在東部沿海地區堅定不移進行 騰籠換鳥 勞動密集營的產業 可以轉移到 東北或者西北地區 他也認為出口的 目的地必須多元化 其實 他也是在做一樣 你 你經常說 對華去風險化 你以為別人不懂嗎 等於你制裁人的時候 其他國家就把黃金儲備搬回自己國家 因為你以為 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 他們不會想 亦都說不可以 指 指瞄準歐美等成熟市場 應該深加 好像金磚五角的另外四個國家 特別是加強和俄羅斯合作 更加要加大 推進和東南亞國家 東盟的經貿 還要加強和日本南韓的經貿合作 他也說日本南韓的經貿合作 這關還沒差 他覺得日本南韓還可以合作 其實日本說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南韓就更嚴重 但是最近 我都發現尹錫悦好像港小組 早前很硬 早前說 中國駐韓大使 和當地的 一些官員有一些 語言上的 衝突 這位 商務部的智囊 余耀杰 亦都認為下半年 經濟增長會比上半年高 上半年 經濟增長是5.8 之前 IMF 推算的就似了 當然有個人就說不是 就是老潮 他就跟 國際專家 倒轉看 他說跌的話你猜是升的應該就 當然這個燈神效應可能就有的 對吧 外貿 外貿對 將會上升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請